复方单身低丸不仅是治关心病 还能治疗下面这四种疾病 是真的吗 大家好 想必心脏病的患者对复方单身低丸都不陌生 它是用来治疗关心病 心脚痛效果非常显著 当患者心脚痛发生的时候 通过服用单身低丸 可以快速的改善心肌缺血 缓解心脚痛的症状 那到底复方单身低丸 它的组成是哪三个神仙药呢 第一呢就是单身 第二是三七 第三是冰片 单身和三七活血话语我们不说了 今天重点说一说冰片 冰片是心凉的 它的作用是去医明目 开臂通喉 它可以治疗眼睛的极块 可以开窍 所以在治疗关心病急性发作的时候 是非常有效果的 开窍啊 大家要理解 就像我们身体的开关呀 窍嘛 就是门 你老开着门 身体里的气是不是就丢失了呢 所以经常服用开窍的药 会伤及我们的元气 所以我认为啊 不可以长期服用 副方单身低丸 有人说下面这四种病可以用它 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是不是妥当 第一呢就是它可以防止血栓 可以抗血小板的凝聚 抑制血栓的形成 对于已经出现的血栓 有一定的溶栓效果 这一点还是保持着我们刚才说 副方单身低丸不能长期的用 急救的时候才可以用 第二能够治疗糖尿病的血管病变 单身低丸呢改善血管内的微循环 所以报道有说呢 用单身低丸来辅助治疗糖尿病 肾病这些病症 我的观点挺好啊 长期服用是不可以的 第三呢是治疗头晕头痛 如果是因为心脏的供血能力不够 血供不到头而出现的这种 头晕头痛急救急症的时候 缓解一下是完全可以的 第四呢就是调节颈椎病 颈椎病天天的用冰片来开窍去调解它 我认为这也是不可以长期服用的 当然了有些颈椎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非常的疼那么吃上两天的单身低丸 缓解了症状这样是可以的 正确的用药才可以有好的疗效 还要特别提醒 副方单身低丸含有抗凝血的药物 如果你身体本身有凝血的障碍 或者你正在吃一些防止血栓形成的药物 这种情况下不要叠加联合用药 就要考虑是不是对症 你清楚了吗 对症状态